斯洛伐克最低时薪 能买多少东西 我们国家的面包非常便宜 0.2欧元就可以买一个 那就买了两个吧 鸡蛋就变贵了很多 我们根本买不起 这个要9欧元吗 对啊 为什么这个要这么贵 我都漂亮 从来在我们国家却便宜 只要0.3欧元 两斤猪肉不欧元 太贵了吧 东西变贵了很多 牛肉已经4欧元 你们觉得价格怎么样 肉虽然买不起 但是可以去买发辣米 最终打着1.19还好 价格还行吧 再买一个青条 完了 1.19就一个吧 最贵了 最想到我还要买袋子 然后袋子的价格跟吃了一样的 1.69欧元 所以最后我花了5.98欧元 真的太贵了 也主要是因为必须买袋子 除了那个可乐以外 这些是我们国家最便宜的食物 但是因为乌克兰战争的影响 我们东西变了很贵 所以现在价格可能一年前就区别特别大 我在中国看到很多人就是一边走路 一边喝客了 但是在我们国家 那这个是有钱人的行为 肯定看不到 太贵了 了 字幕提供